8.8健康有方 讓您健康恩次方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亞方 歡迎再次收看 8.8健康有方 讓我們全家大小都健康 我們人其實醫生來說 嚴格應該有兩本存責 一個是存很多錢放在銀行 另外是健康存責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專家 他們財富存責 據說已經存了大概有九位數 可是健康存了多少錢 我們很好奇 今天跟大家分享 而且他們的健康分數有可能就是 現代人的一個寫照 所以有請專家讓我們理財 李健康有雙一人聲 首先我們邀請是我們營養師謝孟老師 健康有小美 人美心更美 到底什麼美可以告訴你什麼美 太重要了 所以健康也要這個美來加分 那麼接著歡迎是我們的團隊專家 黃世聰 老闆比你更怕死 所以我今天告訴大家 到底我們的大老闆都吃什麼 讚啦 這大家也很期待 最好喜愛 最重要的 不然他們都是好野人耶 對 顛覆大家的想像 接著歡迎是這一位是包租公律師 蔡醫師 你晚上會睡不安穩嗎 告訴我一覺到天亮的方法吧 所以蔡醫師銀行存很多錢 但是健康 太多錢了 睡不著 好 教他這個助眠的方法 那失眠是很多現代人頭痛問題 好 不過呢 如果是要好眠的話 運動很重要對不對 好 動一動大健康 有請我們的清明老師 大家好 請跟著我動一動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戰之弓箭的跳躍 那操作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做暖身 你可能可以感覺到 身體的溫度慢慢拉高之後 慢慢的將你的右腳往前踩一步 OK 那後面的腳膝蓋保持在微彎的狀態 我們先做個往下微蹲的動作 好 請感覺前腳大腿前側的用力 跟臀部用力夾緊 好 慢慢的做一個往上跳的動作 跳起來之後換腳 OK 那記得我們再提醒一次 在跳躍的過程中記得 保持你的膝蓋腳尖對齊 然後盡量感覺到前腳的腳 跟用力往上等 那在連續操作的過程中 你會感覺到心跳的刺激 記得呼吸要跟上 我們再連續操作四次試試看 好 來 預備 一 換腳 很好 好 來 二 對不對 跟上 記得專家我們在身體 手要插腰嗎 手插腰就可以了 那待會兒在操作的時候 再提醒一次 待會兒在兩次的過程中 記得核心要用力 好 來 再兩次預備 三 很好 好 來 四 OK 好 慢慢站起來之後 如果你在家裡 可以重複操作十次之後 一定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一定會很精采 謝謝 謝謝老師 帶我們跳出什麼 健康還有財富 因為財富要一直up上來 對不對 那健康應該也要跟上吧 好 那觀眾朋友 我們在收看節目同時 別忘了透過三立新聞網的網站 我們手機連線之後 可以一起來掌握這些精采內容 就是說不管您走到哪裡 不必鎖在電視前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了 還有2015年12月開始 住在洛杉磯的朋友 也可以看到我們的 88健康有方 好 進入我們今天的大講堂 首先 我剛剛就先預告對不對 兩位不要客氣 好 財富大概 我還低估了九位數 你們老師九位數大概多少你知道嗎 上一億 現在 現在我們國稅局在查稅 希望不用這樣 幫我減個一位數好不好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那要減兩個 好 不過今天我們的重點 要focus在哪裡你知道嗎 當然就是我們的健康存摺 對不對 那我們財富還有健康要雙贏的人生 好 我們來看看 你們兩位當年喔 對 都43 43 對不對 我還虛漲了一點點 虛漲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這個健康的分數到底是多少 我們都打個問號 問號 那各有專長 好 我們先看四聰哥 他給他自己的健康分數是幾分呢 欸 70分 70分是 怡方老師他這樣看是及格嗎 他自己覺得是及格 對不對 看待怡方老師他會給你打幾分這樣看 好 那我們看蔡律師給自己打幾分 自評 自90分 你給的啊 當然給高一點 90分 好 一個70分 90分 給的有理嗎 我們就來看看喔 我的健康70分 因為怎麼樣 四聰哥 我喔 我現在如果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的話 覺得我聲音響聲響聲對不對 你沒有 為了這部沒辦法戴口罩 對不對 因為我如果是流感的話我一定會戴口罩 但是因為我這一次不是流感 我是一般的感冒 可能就是因為前一陣子比較常往國外跑 已經太好了嘛對不對 對 往國外跑 所以 我這樣說我們很怕 你感冒中 哇 這個等一下 蔡律師跟一方老師都會中標 哪怕 哪怕不是流感 是 那我以後 因為我以前我也常感冒 因為我以前是有 我以前發燒喔 你知道 雅芳我一發燒就燒到40度 哇天啊 一方老師他怎麼會這樣子 病毒感染 因為每個人體質不太一樣 對 所以後來我就去 醫生就跟我說 你與其這樣每一次發燒就要住院 我還發燒到住院 所以我就把扁桃線請掉 所以我們用100分來算 你這裡就扣10分了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扁桃線 常常在發燒 對 再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每天都要看很多資料嘛 所以每天看看看看 我就覺得我眼睛很容易乾澀 而且都 常常到晚上都覺得快眼睛睜不開 就是眼睛很乾很澀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可能也變成一個非常大的困擾 那你有去看醫生嗎 醫生就說你要點眼藥水 人工淚液就對了 對 或是說 你就自己不要那麼常看手機 不 你是不可能啊 我們每天都要看那麼多資料 所以我剛剛就說 我們今天兩位財經專家 他們的生活 對 他的健康存存多少 是我們現在上班族很多人的寫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 好 這個膜不好 但是心很好就好對不對 心好 所以這裡扣了10分 再來呢 再來就是因為我心情帶點比較差 你看 對比我跟蔡律師好了 對 真的 一樣43 他那麼瘦對不對 我比較胖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代謝這方面 是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代謝差 如果你的飲食對的話 也不會這樣吧 一彎老師 所以你吃了什麼呢 你愛吃什麼 我吃很多 你反而少吃 但是容易胖 對對對 我是這樣子 我就是說因為 像蔡律師 蔡律師我問過他 我說你為什麼那麼瘦 但是他說他吃很多 但是我吃很少 我就是那種 所謂喝水也會胖 喝水 或者是呼吸也都會胖 就是那種體質 其實蔥哥看起來 是標準身材 沒有啦 他也胖 等一下 我們看不準 我們要宜方老師看才知道 對 所以宜方老師來幫他們 來打分數 但是你吃很多補 一定要補充品 這個 燕窩 甲殼素 蘆蠅 不是蠻魚精 這是蘆蠅 冰群喔 我吃過的保養品真的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常常認識很多老闆 他們就會介紹我一些新的東西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吃燕窩 有一個老闆跟我說 師兄你有沒有唸過紅蘿夢 我說紅蘿夢 在紅蘿夢裡面 這個 這個 這個賈寶玉 就說林黛玉身體差 要吃燕窩調體質 我說 真的有這件事嗎 我就吃燕窩 我去買那個燕展 買回來好幾罐 買到變成VIP 你知道 每天早上吃 每天早上吃 吃了大概三個月 覺得說好像沒有用 所以就不吃了 那 為什麼會沒有用 那甲殼素是因為就是說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應酬 應酬吃了就很油膩 所以要吃甲殼素 這是液油還是解油 對 我猜我猜我猜 抑制脂肪的吸收 對 鱸魚精是因為 我們知道現在很流行 喝低肌精對不對 但是鱸魚精是比這個 更純更好 它是鱸魚煉出來的這個 其實價格更貴 就每天早上喝一個 喝一個這樣子 保養身體 就是這樣體力就有了是不是 對 但是我覺得好像也 也還好 對 因為你這邊就扣 這邊也好 如果吃這麼多 現在就這樣 可能真的就說 又扣10分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子70分 這樣聽好像也有些道理 好 所以我們看到四聰 吃這麼多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感覺 所以要再扣10分 剛剛講 所以各扣了10分 就扣30分 他認為是70分 可是一樣 宜方老師你覺得 他是高估了還是低估 有請宜方老師來幫助大家 現在是春心好 對 心好 冬好嗎 冬應該還不錯 還不錯 那就是肉汁不好 還有什麼 體力 體力感冒 好 那宜方老師怎麼辦 當一個人常常感冒的話 表示說你的免疫力可能 功能已經慢慢有下降傾向了 所以還是要顧身體 剛剛那幾樣東西 其實吃起來對身體還是有幫助 我們一樣樣來講 燕窩裡面 最主要是它裡面含唾液酸 還有一個生長因子 那其實為什麼顧肺 其實有它的道理在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沒有用的 這個沒有用 少吃就好了 不用浪費錢 對啊 這個呢 那乳液精的話 因為裡面它有一些雙腱的 就是一個生態腱 那有氨基酸 那目前是有些研究認為說 這些其實對我們提升 我們人體的免疫力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鱸魚精 或是其他魚類的都有幫助 那也不用說 其實你乾脆吃新鮮的鱸魚就好了 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對 吃鱸魚就好了 不要提煉 這新鮮的就好了 老師說你吃食物 對 吃食物 為什麼等一下會告訴你 B群答案是有幫助 因為現在真的是比較勞累 需要B群 為什麼這樣子 我先看下一張 因為你的眼睛會乾澀 乾澀有很多原因 譬如說你現在經常看iPad 是 那很容易 因為藍光會產生 老年性黃斑病病 其實現在年輕都有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如果說你眼睛容易噗噗 有幾樣東西 要特別要特別注意 就不抽菸 沒抽菸 還有糖尿病啊 高血壓 心臟病啊 是沒有啦 是沒有 那還好 他們沒有遺傳的 那還好 那還是注意一下 運動就好 其實我覺得 體重還是 運動是最好的管理 因為運動有很多 復產的好處 至於你要補充哪些 所謂的抗氧化的營養素 其實這針對是老年性黃斑病變 老師你給他的營養素 跟他吃的很多都不一樣 沒有啦 你就把鱸魚精換掉 換什麼 換鱸魚就好 還有台灣的肉 DHA EPA的台灣的肉 還有青魚 火灰也好 錢多一點 就買比較好的鮭魚 對 那個都是含DHA EPA含那比較多 更多的話 你就吃個偷螺也是很好 OK 我問一下老師 我打岔一下 你平常會吃秋刀魚嗎 青魚嗎 老師剛剛講那些魚 都比較便宜的 其實會 我還滿喜歡吃魚的 對 但是你是蒸來吃炸的 大部分都是蒸的 烤的 在外面烤的比較常吃 然後自助餐都炸的 亞方問對了 為什麼 因為DHA EPA經過油炸之後 就少很多了 不是 因為外食組的話 其實也很辛苦 因為我們去自助餐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 你說魚是不是特別黑心 我不敢講 但是通常都是用炸過的 比較好保存 是喔 對不對 口感可能比較好 但是 營養會不會就打折口 為什麼用炸過 因為我們做過大量 我們知道去炸是最容易的 就是噴調的方法 而且就是說萬一味道有問題的話 一炸炸就 就蓋過去了 對 營養也被破壞了 是的 當然也可以補充鑫 鑫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用天然食物 什麼食物最多呢 鵝啊 鵝啊 可是我這問題就來了 因為我本身有一點痛風 就是 痛風就是家族的遺傳 那痛風的話 就不能吃這些海鮮類的東西 有咳類的 對有咳類像含辛高的 好 還有一項東西也是很多 小麥配芽粉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聽過嗎 有有 南瓜籽有沒有聽過 有 好這個都含辛很多的 什麼都 對 我們不知道 以後零嘴就吃一些南瓜籽 會在那個 我們每天他搜尋這麼多金融資訊裡面 他可能看不到這一塊 比較少看到這一塊 說實在的 然後如果萬一有 有些人可能因為光害的關係 比較容易年輕就有白內障 這個現在都有年輕話 老年性黃斑病變根白內障 這肝炎症現在是普遍的 剛才我們是從有講說 他有眼睛肝的問題 目前一般醫生會建議你點人工類 但是在美國他們期刊 他跟你說 其實你補充一些DHA EPA 是有幫助 這醫學期刊告訴我們的 所以你還是一樣 吃魚 就食物的話 是多攝取魚類對不對 就是EPA DHA 還有生綠色的蔬菜 生綠色的蔬菜 生橘色也都OK 或者就是B群或是新的部分 可以從食物上 植物上的 植物上的來 痛風也不用擔心 這個都可以吃的 那跟他剛剛這些差很多 價錢應該也差很多吧 對不對 難怪是很便宜 你這些都是驗展 這是不要說 老師說 如一隻B群 這個運動就好 不用錢 還有味道那麼低 好 你的健康本來 老師 他是70分對不對 你本來是給他多少分 其實我覺得他70分是差不多 他可以再增加 因為我覺得 其實是從氣色都不錯 應該沒問題 所以你的健康跟視力 應該經過一方老師跟你解禍之後 就真的可以UP上來 這是錦囊廟方隨時帶在口袋裡面 三不五十拿來用 謝謝一方老師 好 接著看一下我們蔡律師 他自憑是我們常講感覺良好嗎 是90分因為 點點點是怎麼樣 那個其實我倒是不常感冒 對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很容易感冒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國中畢業考高中 奇怪了 那個連考前半年幾乎感冒都沒有好 後來放榜之後不要惡語 後來念了高中之後換人考大學 又來了那個前半年又開始連續感冒 後來我想我可能是一個比較那個 不耐那個壓力的人這樣 那現在後來就業之後 就盡量像我們追求那個財富自由 其實就是要把那個 我們身上的那個壓力降低 那其實我本身有維持一個那個 快走的習慣 對 所以你自己自憑這麼高分 是因為你有這幾個很好的習慣 對不對 應該說這兩個 對 對 走路不是說你特別去那個運動場走路 我會維持這個習慣 另外我事務所是我所有房子裡面 離捷運站最遠的 因為包租公是這樣 就是近一點的地方租給人家 那個最遠的 你想說最好省 最好省沒錯 最遠的地方就留給自己用 離捷運站遠怎麼辦 我們坐公車要花錢對不對 不要我們走路這樣 你用11號11路公車 走路 走一趟15分鐘 來回就一天其實走路就30分鐘 強迫運動 對 我發現這樣子以後 健康狀況就有提升了 但是真的困擾我是什麼 是什麼 所以就是泡10分的地方在哪裡 是睡眠 睡眠錢 對 就是像有時候那個 我們已經工作一天了 我們晚上 有時候還會去接一些那個演講 演講講的 那你就是不要接那麼多演講就好了 不是不是 可是你喜歡 對 沒有沒有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熱情 好熱情 演講的時候你會很High 下次可以讓我去講 是喔 輪流就這樣 不然我去好了 我去好了 你就剛好睡覺前 然後又剛好講得很High有沒有 你會發現回家以後 那個腦筋 睡不著 對 都還很活躍你知道嗎 那你就好不容易躺下來睡著了 睡著了 你已經睡著了 蚊子來了 這樣子你知道嗎 我只要那個被蚊子一吵 有時候起來晚上三點半 奇怪喔 然後就開始睡不著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會有這個現象 另外第二個 大家也看得出來 對 頭髮就白了 你那白髮 你現在四十三嗎 那你什麼時候就白了 慢慢白 三十幾歲就開始白了 爸爸媽媽有沒有白 父母其實沒有 然後我的本業是律師 像我去法院開庭 我發現這個白頭髮 頭髮是我們這個行業的特徵 那個其實律師有兩種 一種就是頭髮白 一種是沒有頭髮 所以我想說 這是不是因為壓力的管理 因為都有壓力也會 所以才會不起頭髮 有一種說法 他說頭髮會白就不會掉 頭髮會白的人就不會掉 所以我還滿慶幸的這樣 所以沒有頭髮 對 所以我覺得兩個困難 一個是晚上 你要白髮還是兔頭髮 二選一 對 你可要白髮就對 我自己在猜 我覺得可能 都是壓力的關係 不曉得對不對 要宜芳老師來說 好所以我們蔡律師 也跟我們分享 她是在睡眠跟白髮困擾她 她自憑九十分 宜芳老師 您先看她這個九十分 可以再往上加嗎 還是其實要扣分的 其實我覺得蔡律師已經是很好 因為她維持快走的習慣 對 人家為什麼會瘦 你快走當然會瘦 對啊 每天這麼走三十分鐘 你看你瘦不瘦 下次來瘦 其實我是很龜毛的人 你知道嗎 我知道有人跑馬拉松 可是人家說 跑馬拉松會傷膝蓋 快走比較不會 是的 而且我是上下班 是走馬路 我為什麼白天會去運動場 因為它有彈性的那個跑道 因為我們要保護膝蓋 你看走一走會來傷膝蓋 有沒有很龜毛 而且是很聰明的 聰明的走路 對 通常有比較龜毛的人 通常也會壓力比較大一點點 自我要求 對 所以這時候要懂得要放鬆 要放鬆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這邊先教你怎麼樣 一夜好眠好了 對 好 因為她的睡眠其實叫淺眠 淺眠的話也不容易入睡 那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在一些醫學期刊 會告訴我們要有哪些方法 第一個是牛奶 它發現牛奶裡面其實有退黑激素 所以喝牛奶會想睡覺 再來就是羊柑橘 也可以喝羊柑橘 怕胖的人就喝羊柑橘茶 有個研究是說 睡前一個小時吃兩顆奇異果 可以助眠 酸櫻桃汁 有些研究是說 酸櫻桃汁 其實它裡面含有 退黑激素的成分 所以可以助眠 大家可以買 它為什麼多一個酸 它就跟一般櫻桃汁不一樣 因為一般櫻桃比較甜 比較紅 原汁原味不要加糖 對 它裡面還有一個 它酸的 對 其實它那個品名就是個酸櫻桃 品種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這樣 美的話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接下來還有菸檢素 他們有個研究師發覺 如果說平常吃點菸檢素 菸檢素其實是B群 但是這個菸檢素跟一般B群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跟B1 B2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可以助眠 譬如說像印度人說 我們吃菸類會想睡覺 就因為裡面還有菸檢素比較多 譬如說像柳松菇 雞松菇 香菇 還有花絲 其實都能夠幫你助眠 那個當然會睡覺 人家不是講說砸菇嗎 砸菇就是菇 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麼多的菇 你知道哪一個菇會給砸菇 有 其實那個超市裡面 現在賣很高那個很高的菇 應該都是 對 真的 好 通常一些人容易會有壓力 憂鬱 或是一些神經 精神方面的問題的話 通常跟B12缺乏有關係 其實我發覺 我們國人可能 B12缺乏也會有問題 譬如說有幾樣東西 B12特別多 大家特別記得 台灣的狼 還有酒孔 還有蛤蟆 還有蛤 蛤 太好了 其實這幾樣都是我最愛吃的 我平常已經吃很多了 所以要吃更多這樣子嗎 或者是你這邊沒有吃 要補一下 那你這邊可能就是不需要那麼多 你可能把菇類補一補 別的種類的 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維生素B6 其實也有幫助 那我問一下 你知道這個美嗎 兩位知道美嗎 我有吃過 吃過 你有吃過 賣場有賣那些 美定 美定 你怎麼知道要吃它呢 那你沒有聽過對不對 那現在有請小美 我比較喜歡的是 從天然的食物去吃到它 OK好 問到重點 那有請小美 那怎麼樣 讓小美幫助你好眠 那其實這個應該也滿適合 是從現在人 那等一下請宜邦老師幫大家破解 在柑橘類的水果當中 金藻是可以連皮帶肉一起吃的水果 所以可以達到 全食物保健養生的概念 所以金藻有豐富的 維生素A 維生素C 維生素E 還有維生素P 另外還有類黃同類的 包含膳食纖維等等的營養素 所以平常我們在吃金藻的同時 可以達到保護視力 養生保健 還有促進新陳代謝 以及維持心血管功能的 重要的功效 所以平常我們除了 直接生吃當水果以外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金藻茶 還可以做成金藻醬 類似客家的吉醬 我們在吃雞鴨魚肉的同時 可以當成一個低鈴低糖的 健康的沾醬 所以季節到了 我們記得多補充一些金藻的水果 可以讓我們身體的 裡裡外外都更好喔